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然后我们这里是365首尔专门西纸医院 今天我们请来了我们院长 我们这位院长是专门做腹部 手臂 腹乳 还有男士的那个聚乳症 然后我们整理了几个问题 然后我们问一下院长 刚才问了一下院长 大腿吸纸包含哪些部位呢? 因为每个人的腿型它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是我们吸纸的话是360度全部给你吸 但是有些人的话是外侧非常突出 有些人是内侧特别突出 所以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突出部位 也会给它设计一个线条性的一个完美的腿型 做完吸纸多久能运动? 我们问一下院长好吗? 就像我们的话做完手术呢 第二天就可以 当天做完手术是可以走动的 日常生活呀或者是怎么样都是没有问题 第二天就可以做那些简单的散步 但是呢我们做剧烈运动呢 我们院长建议我们把这个拆完线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就是两周之后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有氧运动啊 或者是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就可以 我们问了一下院长 有的宝宝做了大腿吸纸一个月后啊 也觉得维度没有那个减少 这是失败了吗? 我们问一下院长 当然我们刚做完吸纸一个月的话呢 它是有一些浮肿的 这个肿胀问题它也是有的 但是呢不是说这个就是失败了的手术 因为也有血液不循环 我们院长建议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服用一些让血液循环的药去辅助它 让它快一些消肿 但是正确的肿的话就是内部的肿的话呢 大概三个月之后呢 还会慢慢慢慢的见效果 所以呢做完一个月吸纸的宝宝呢 不用去担心我是不是失败了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吸太多的脂肪 还有保留很多的脂肪 当然专业的院长呢是不会有这种 留下很多的脂肪或者凹出物品的情况 这位有位宝宝问 脂肪吸得越多身材越完美吗? 这个的话呢是非常很好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问一下院长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是抽的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院长说呢 有些部位呢是需要留一点点脂肪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线条型 线条型完美才是一个很好的身材 当然呢有些部分 留一点脂肪会让你有凹凸有致 这是更好的一个吸纸 吸纸手术 然后我们这边呢有一位 现场有一位就是做过手术的一位顾客 然后我们邀请这位顾客 然后来讲一讲他的真实的一个感受 好吗? 我们这位顾客呢是做了手臂还有大腿的顾客 然后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前后对比图吧 看有多大的变化 首先是手臂 这是之前的手臂 没做手术 没做手术之前的手臂和做完手术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是吗? 所以我们做手臂它的线条也是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大腿的照片 看一下 这个是前后对比图 你看就像刚才这边内侧的脂肪越多 它会摩擦嘛 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 这边的空隙会越大 而且它的线条会变得直 所以它不会有摩擦的这种状况 它这个很厉害 你看做完吸纸之后呢 大腿吸纸之后 它的腿啊是非常直的 而且非常细 所以呢 这个是线条肯定是有变化了 大家也有看到是吗?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然后让我们给你们看一下实际的状况 是不是变化很多 你看 非常细 跟之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 所以呢 它的手臂这边突出的地方 要是吸 吸好了的话呢 它的线条是非常直的 而且剪得更细一些 嗯 然后今天的时间 嗯 就到此为止 然后多多了解一下我们的院长 帅气的院长 点赞关注 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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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